新闻头条来看到四川亚岸在上周六的上午8点02分 发生了规模7点0的强症 造成了严重的伤亡 根据中共民政部在下午发布的庐山地震的最新统计呢 是下修死亡人数为188人 25人失踪 11950人受伤有172万人受灾 那么距离灾后72小时的黄金救援时间剩下不到12个小时 中共外交部依然是在网站上发表声明表示说 目前中方是暂时不需要外国救援队 医疗队和救灾物资的 不过在距离庐山县城半小时车程的龙门乡王家村呢 愤怒的村民是向海外媒体投诉说 政府救灾行动迟缓 在龙门乡王家村的高处 包括孩子和老人超过50位村民共用一个帐篷 37岁的程志荣 目前和一岁的儿子及受伤的母亲 住在路边自搭的帐篷里 灾民收到政府发放的限量的面条和水 但两个孩子的母亲44岁的罗玉泉希望当局有更多的行动 星期六在四川省雅安市庐山县发生的瑞士规模7.0地震到22号上午8点 余震达到2044次 新唐人记者罗小综合报导